石岗区清洁队资源回收厂这总面积约有857坪 队员们在十多年前就将其中的60坪闲置空间 打造成幸福农场 他们利用下班的闲下时间 依照不同时节来栽种不同的蔬果 每年收成的时候还会跟临近的关怀据点 老五老基金会等地方弱势团体合作 赠送他们丰收的蔬菜 队员们温暖的善心也成为地方的家谈 有的人玩下腰在种满蔬菜的菜企寻找杂草灾厨 有的人则是提着水壶浇灌菜苗 这处开招整齐的农场是石岗区清洁队员 辛苦维护并悉心照料的成果 不仅栽种了人感到幸福 需要收到蔬菜的人也能够获得幸福 因此取名为幸福农场 我最喜欢他们就是那种为善补育人之 种的这些有机蔬菜送给比如说华山基金会 或者是老五老基金会或者是 一些弱势团体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还蛮喜欢看到老人家 吃得满足吃得开心那种笑容 慢慢的长大 然后你跟他成果 他这么大就是丰硕的那个果实 送到老人家手上 然后他们感受到我们的温馨 石岗确清洁队资源回收厂总面积 大约有857平 队员在十多年前将其中的60平 慢慢开垦为现在的幸福农场 利用下班的闲暇时间 依照不同时节栽种适合的作物 不仅充分利用闲置空间 也希望能够翻转资源回收厂给人的脏乱印象 我们平常要看季节 因为蔬菜有季节性 通常像秋冬的话就十字花科的 就高丽菜 芥兰菜 芥菜 一般的话像韭菜都平常都种着 如果是夏天春夏的时候就刮果类 就利用休息时间 就晚晚就来喷个水拔个草这样子 然后帮我搬水 蔬菜在成长也会长得比较漂亮 改造环境透过栽种蔬果 让资源回收厂重新蜕变 队员细心栽种的蔬果收成后 也会分送给在地的弱势团体 这些利用阿兆物培养土作为肥料 并以大甲吸水灌溉的友善种植蔬果 丰硕喜悦再加上温暖的善心 也成为地方的家谈 借装饰体移车砖台中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